说到蛇不少人看到的会惧怕 甚至触摸蛇这样的动作更让人退避三射 而台东有一家咖啡店 主打与蛇友善相处 客人不仅可以在店内喝咖啡 还能突破心房对蛇的恐惧触摸它 而老板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空间 让部分人能够更加认识蛇 解除对蛇的刻板影响 靠近橱窗一看出现一条比人手臂还粗的缅电蟒 在台东有一家咖啡店 主打与蛇友善相处 也以友善的友为名 将店名取名为友蛇咖啡 说到蛇不少人看到都会惧怕 甚至触摸蛇这样的动作更让人退避三射 而咖啡店老板为了让大家解除人对蛇的刻板影像 从解说到让客人体验都非常细心 就是要让客人突破对蛇的恐惧 并且去了解蛇的可爱 希望推广蛇的保育 因为一般人过度怕蛇 让人家了解蛇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不用说看到蛇就想要把他打死 其实有办法跟蛇共存的话 对我们的环境是有帮助 尤其是对鼠害 而在咖啡厅规划中在店内有一大桌窗可以让到来的客人 可以观想到里面的缅甸芒以及玉米蛇 另外在吧台的玻璃柜内也能观想到玉米蛇 外院则是规划五蛇区 让怕蛇的人也能够在外面喝咖啡 而在未来也将规划体验区 让民众能够与蛇亲近接触 想法已经很多年了 只是说本来我是想要在农场 自己的农场 就找到这边见地这样子 其实所有的蛇都是领养的 那数量现在最多的是玉米蛇 退休后来到台东的杜明张 原先在农场 后来在因缘机会下 开设以蛇为主题的咖啡店 也期盼借由这个空间 让部分的人能够更认识蛇 推广蛇类宝玉与蛇友好相处 记得判罪台东市报道